9月21号有消息称某男童星聚众吸毒嫖伤被抓 各种线索都指向张一山 而张一山又恰巧许久为更新动态 消息引发热议 据悉该消息来源于大量的网友爆料 其中有一张聊天记录中写明了某男星被抓 被抓原因是刘荣他人聚众淫乱 信息量巨大 还有媒体收到了来自网友的投稿 该知情人士表示自己是从北京的朋友那里听说的 直言张一山被抓了 这类消息在近几天内慢慢浮出水面 而翻看张一山的社交平台会发现 他的确在8月13号之后就再未更新社交平台 而在消息渐渐被曝光出来后 张一山的社交平台接连更新了5条动态 对此又有消息称 该男艺人如今社交账号上的动态都是团队待发的 只要爆料没上热搜 热度没有起来 该男艺人就不会进行辟谣 毕竟辟谣了就会被通报 而该网友的发文中也透露出了一个重要消息 那就是该男艺人有经典的早期童年作品 消息曝光后立马引发热议 无数网友都在怀疑该男星就是张一山 甚至有人直言他可太像了 而在更早之前就有很多网友认为 张一山的状态不对劲 除此之外 近几年有关张一山的花边新闻此起彼伏 张一山此前曾和宋言飞有过一段恋情 两人官宣分手后 宋言飞的好友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暗藏深意的动态 当时也有网友认为是在暗指张一山出轨 在两人官宣分手之前 曾有媒体发文爆料 张一山深夜与陌生美女约会 举止亲密 最后还同回酒店 随后宋言飞立马发声明官宣分手 两人分手没多久之后 张一山又接连被拍到与美女同行 期间还实质紧扣 张一山后续又被爆出过几段恋情绯闻 被拍到与美女同游海南 两人不仅一起玩了剧本沙 外出时还互相搂抱在一起 除了这些恋情绯闻外 张一山的黑料也有一大堆 早在2016年 张一山深夜当街猛亲男友 人也被拍到了 画面中她还上下棋手 十分辣眼 不仅如此 张一山当机小便 也让她备受质疑 更早之前 卓越也曾爆料某位小鲜肉吸毒 那时张一山也躺枪了 虽然最后张一山发声否认 但这一点还是被无数网友热议 不过毕竟如今的这些消息 都只是网传 并无实质性的证据 无论如何 还是期待张一山 能够尽快回应此事吧 没等到张一山辟谣 却等来张一山更多黑料 出道20年 张一山一直被观众 称为实力派演员 在90后的一众男演员里 张一山曾经是 公认演技最好的那个 张一山10岁时 就被小兵张嘎的导演徐耿看中 出演了四个主角之一的童乐 13岁时凭借 家有儿女中的流星一绝 成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小童星 童星出道 也是一把双刃剑 有利也有弊 一旦做错了事情 就会被联想到童年滤镜 因此观众就会更难以接受 他们犯错 张一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10年 张一山顺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从小就生活在聚光灯之下 还有许多观众的监督 这对张一山来说有一定的压力 但同时也促使他更加努力 长大后的张一山也不负众望 接连用演技征服了许多观众 大家对他的称呼 也从调皮捣蛋的小流星 变成了实力派演员张一山 在电视剧《热血青春》里有个片段 张一山饰演的徐小斌 在吃到饺子时 因为太过想家 被排长问话 张一山把想念奶奶的情绪 通过表演一层一层地传递了出来 在讲到谁说革命军人不能想家时 张一山拼命往嘴里塞饺子 想家的情绪达到高潮 但是又不得不收敛 一个爆发的哭戏 还没有影响他身为军人的人设 2016年 张一山出演了鱼醉 一经播出就大获好评 不仅剧情紧凑看点足 张一山的演技更是可圈可点 剧中张一山饰演的是一个无赖的形象 但实际上是一名卧底警察 剧中他与大嫂徐东东的对戏 更是让观众过了一把眼影 这时候的张一山背负的是 90新生代男演员的希望 许多流量小声当道的时代 大多都以获取流量为目的 并没有多少演员愿意打磨演技 但张一山的出现 让观众看到了新生代演员的希望 通过鱼醉 张一山收获了硬骨头小声的标签 也常常被观众拿来与硬汉江文拿来比较 又因为张一山的长相与影帝下雨相似 更是有媒体称张一山在演艺事业上 成就会超过下雨 在同一年龄段的男演员中 张一山的发展位列前茅 早已成为一线男明星 小小年纪就有这么高的成就 也难免会飘 被观众和媒体寄予厚望的张一山 在接下来却被观众频频吐槽 在雨醉爆火之后 张一山就几乎没有特别出彩的作品了 之后的作品 七个我春风实力不如你 局中人也只是反响频频 更别提超越雨醉 接下来的三四年时间里 张一山出演的烂片不少 其中张一山在剧中的演绎 并没有得到毛病 但是大多数剧情与他的表演方式 十分不契合 比如七个我里 张一山演的角色有七种人格 观众通过张一山的表演 也能看到七种人格的明显区分 所以在这个剧里 他没有翻车 反而有一些反串女性人格的桥段 较为出圈 也收获了一些热度 后来张一山试图拓宽戏路 他开始尝试古装剧 但是在一些古装剧里 张一山从造型到演技 对观众都是一种折磨 就说他的第一部古装剧 从而传奇 张一山的长相比较现代化 有种意气风发 解傲不逊的感觉 但是在换上古装扮相 立马就成了灾难现场 况且在剧中 他饰演的还是一个反派 将他的形象毁得一塌糊涂 很多人冲着张一山的演技去看的 结果也被剧里夸张的表演 和雷人的装造劝退了 如果说第一部古装剧 没有选好情有可原 但是录顶级的播出 才是让张一山口碑 急速下滑的开始 2020年 张一山版的微小宝 横空出世 本以为会是精心打磨 剧本后呈现的作品 但是在开播以后 却出现了大量的吐槽 豆瓣评分 更是跌到了2.5分 网友们都炸开了锅 这部剧抛开演员的演技来说 不仅剪辑是乱七八糟 配乐和剧情节奏 也是非常牵强 而张一山也并非 没有演技的人 但是在录顶级中的表现 却令人大失所望 微小宝这个角色 前前后后有好多版本 梁朝伟 陈小春 张卫健 黄小明 还有周星驰都演过 在这几个版本里 黄小明的微小宝 一直就被吐槽 又浮夸又油腻 但是张一山的这个版本 和黄小明相比 都差了一个级别 同性出道的张一山 演技怎么就不如黄小明了 张一山在剧中的表现 完全可以用猴子附身来形容 几眉弄眼 面黄鸡兽 还戴着一顶绿帽子 讲真的 有一点不堪入目 与观众心中的微小宝 相差甚远 张一山的演技 有没有下滑 暂且不说 近年来 她也一直丑闻不断 娱乐圈这几年 有不少明星 犯了大事 不是涉嫌犯罪 就是参观日本神社等 一桩桩一件件 刺痛着网友的心 为了整肃内娱 广电还开办了一个 易得培训班 参加培训班的明星不在少数 然而 陈鹤 董结张一山的人 遭受了不少的质疑 因为张一山就曾被拍到 违章开豪车带美女 被交警查到扣分罚款 网友还爆料 张一山在与好友聚会时 喝完酒之后 竟不讲功德 随地大小便 把素质丢到了全国观众面前 随后张一山还搂着好友 以下亲在了她的脸上 还顺手摸了摸某个部位 画面太过赖眼 让人难以理解 当年活泼可爱的小流星 已经变成了一个街头顽固 童年滤镜碎了一地 从那以后 张一山最拿得出手的 就是与杨子的多年友情 还有和宋言飞那段 见不得人的爱情 张一山与杨子 从拍摄《家有儿女》认识 到现在已经17年了 两人的关系好 可以说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一件事 每年杨子生日 张一山都会为她卡点亲生 从他们的户对日常就能看出 无论是一起参加节目 还是走红毯 都是欢乐多多 许多观众都渴望 两人能够在一起 但是这么多年看来 两人的关系更像亲人 就跟姐弟一样 两人多次澄清过关系 观众都是半信半疑的 其实张一山之前是有女友的 就是女明星宋言飞 两人的恋情在娱乐圈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不仅多次被拍到一起游玩 深夜一同前往酒店 还有许多同款情侣配饰 对于这段恋情 张一山与宋言飞口径一致 从未有过正面回应 交往三年没有公开 也没有否认 直到张一山被拍到深夜约会美女 而那个身影不是宋言飞之后 外界才猜测 莫非两人已经分手 没过多久宋言飞方发文回应 两人已经结束恋爱关系 而后现身机场 一身绿色的衣着 面对网上的热议 宋言飞在声明中一句 已于今日和平分手 白纸黑字 说明了张一山的劈腿行径 也让张一山是渣男 代官定论 网友这才明白 原来宋言飞真的是张一山的女友 只是从来没被承认过 可惜的是 三年的感情就这样落地无声 这个和平分手恐怕也是被迫的 对于宋言飞的声明 张一山没有敢回应 没有了女友的约束 张一山也开始放飞自我 隔三差五与不同的美女约会 彻夜长谈 从她的行为举止 吃瓜网友也看清了她花花公子的本性 对张一山也是骂声一片 路人员崩坏的张一山 已经处在了危险的边缘 连观众都看得出来 她即将被资本抛弃 果不其然2021年 鹅场的综艺恰好是少年开播 嘉宾有董子健 王俊凯 刘浩然 原来高能少年团的成员 但节目组唯独却没有邀请张一山 在各种丑闻缠身后 张一山早就失去了各大平台的青睐 如今张一山的好几部带播剧都没有音讯 也几乎没有什么露面的机会 从童馨出道再到靠鱼醉爆红 如今却没有戏可拍 不可否认的是张一山也有过高光时刻 但是却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定位 她不断地接触烂片 又在作品受人诟病的情况下 多次爆出丑闻 更让她的事业雪上加霜 都说三十二例 现在的张一山如果继续维持现状 就会一直停留在差评里 因此她需要对自己的未来有更清楚的规划 面对外界的批评也应该认真思考 这样她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